县内学子为了向往更好的教学环境 在即将毕业时都会选择到台中就读 为了避免这些优秀人才流失 同德高中也邀约县内各公立高中 共同办理联合高中说明会 让家长了解县内教学环境也是相当优质 那其实读书的话 其实并不是说把时间都消耗在车程上面 还是读书还是需要时间的 那我们南投既然有学校 他们也能够教出很亮丽的成绩 但如果说今天孩子能够多选择 我们县内的学校就近入学 也符合现在高中职社区化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让孩子能够有更多的时间 享受他们的年轻的青春生活 能够有一个很完整得志体群的发展 那这几所学校不仅说在学校的设施 社团国际交流科技教育等等 他们也都在这几天晚上 他们都做了一个会诊 跟我们的家长报告 为了避免县内优秀人才流失 同德高中也邀约县内各公立高中 共同办理联合高中说明会 向家长说明 县内的师资环境都是非常优质 另外如果选择在地就读 配合繁星计划 升学率也相当高 南投县优秀人才留在我们南投县 无论就读我们学校 或者是其他的无所公立学校 我想我们不是说要他们怎样 只要是要把这个人才留在我们南投 才不会把这些人继续飘到中飘 造成我们南投人才的流失 因为每个学校现在 因为升学制度的改变 繁星计划以后 你成绩比较好的 你留在当地的各个学校 就进来赌的话 他将来有机会要进入这个 大学的时候 昨夜的大学 他透过繁星计划 他就有机会 那你如果都集中到都市里面 没有这个机会 透过这个繁星计划 家长许先生表示 透过此次参加说明会 能够确实地了解到 各个学校的特色与优点 也会在孩子即将升学的阶段 提供建议 让孩子自行选择 尊重他的意见 那今天能够来参加 这六所学校所规划的说明会 那我们家长也了解了更多 那每个学校的特色 还有我们自己孩子的需求 虽然我的小朋友现在还没有说 马上要读高中 可是我先来了解 我们现在县内 所有的高中值的一个学校的办学 我会尊重孩子的兴趣 那给他到每个学校去了解 那去看要读哪个学校 那我们再作为鼓励跟领导 县议员赖英雪表示 透过此次联合说明会的方式 能够让县内学校的亮点 与特色都呈现出来 让家长了解 在地学校的资源 环境都是相当优质 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 能够将县内优秀的人才留住 我们知道说少子化很多的学子都 跑到外縣市去就学 然后去就业 所以南投县就针对我们的六校的 高中学校的一个说明会 希望透过这个说明会 让我们的家长还有我们的孩子 更认识我们在地的一个学校 所推动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技能 同时让我们的好的人才 能够留在南投 继续来为我们南投打拼 那么我们有一个繁星计划 繁星计划里面我们有保重学校 但是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一个六校招生联合说明 让我们每一个学校的一个亮点 跟特色能够呈现出来 尤其是像同德加商 同德加商在烹饪记忆这方面 可以说是相当的优质 有培育很多的人才 在我们业界做服务 县内学子人才流失的情况相当严重 为了将这些优秀学子留在县内 同德高中也邀约县内高中办理说明会 让家长了解 县内学校也都非常优质 不输外地 另外学子在第九学的话 配合繁星计划 升学率也相对提升许多 记者邱平俊南投采访报导